第六題 下列哪個圖啊 是一個空罐選在牆上的情形 然後G是罐子的重心 然後牆面是光滑的囉 所以我們要看 看他受到幾個力 首先有繩子抓住他嘛 所以一個T的力向上 然後呢 這個罐子一定要受到重力的影響 W向下 另外一個力呢是強給他的 強給他的力會往右 好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三個力量啊會平衡 那三粒平衡呢 的條件就是 這三個力一定要共點才會平衡 譬如說像A A呢 他受到N的力跟W的力 這兩個點啊 他們已經在共點了 所以第三個力啊 這個T 一定要 一定要 到達這一點 一定要到達他們 共點的地方 這樣三粒才會互相抵消啊 不然你看哦 這兩個合力往這裡 這個力呢是往這裡 這兩個力 加起來是沒有在同一直線上耶 所以這個無法抵消沒有共點 好那如果是 老師這個圖畫的有點歪 就是你看一下真正的圖 你會發現啊 B選項是有可能發生 你看到他的正向力往這裡 W往這裡 那這兩個力共點在這裡 所以我的T啊 連起來 也要在這個點上面 所以 三粒才有辦法共點 OK 所以答案選B 75頁 緊磚物理的 29 就是 29期的第10題 呃 做一個斜拋運動的物體 在最高點 動量是拋出的一半 然後他分裂成質量相等的兩塊 一塊只有落下 那其實另外一塊會往 右邊平拋出去啊 好 那我們看一下老師的圖哦 好 好 那這個就是示意圖 他說呢 剛開始一塊這樣跑出來 那到這裡的時候 最高點分裂成兩塊 那 這個碰撞 對不起 呃 是 爆炸的過程啊 爆炸的過程 其實啊 直心 直心爆炸的 大家知道 就直心不會變 也就是他一樣會是這樣子 到這裡 好 那到 這個是直心運動啊 那可是他有一個 是往下掉 往下掉自由落下 那另外一個會怎樣呢 會往平的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 爆炸是動量守恆啊 不要忘了 最高點 他還有收到一個速度 是往右的速度 二分之V0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是V0 這是二分之V0 其實 他如果可以考考你 這個角度是幾度 一比二比 更好三嘛 所以這是二分之V0的話 這是60度 好 不過這不是重點 好 好 他是問說 那 剩下的這塊會怎麼拋呢 因為他只剩下 二分之V0的速度 那因為質量一半啊 所以他其實他會 往右邊 V0的速度拋 好 不過他只問你 他怎麼拋而已 好 就是平拋 好 第二個 直心軌跡如何 直心軌跡哦 當然就是拋物線哦 因為 直心軌跡不會變 好 好 好 那這邊呢 問你說 他們會不會同時著地 因為啊 你思考一點哦 如果直心 他 他直心著地的時候 這一個點 跟這一個點 一定要在同一平面上 對吧 不然直心位置不會在這裡啊 你看哦 如果我這裡 他躲地了 可是他還沒躲地 假設在這裡 在半空中 欸 他們兩個的直心呢 一定會在他們兩個物體的 知道嗎 就是連線上面 會在半空 所以呢 一定要 在平面上 如果直心到達平面 你看 這個到達 地面 這個到達地面 那他們兩個的連線啊 裡面才會有直心嘛 兩個物體的連線 中間才會有直心 所以 直心在地面的時候 這兩個物體也在地面上 好 諸選項 他到底有沒有動量守衡呢 很簡單 你怎麼知道 動量守衡呢 就是這個物體 不受外力嘛 請問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有不受外力嗎 欸 有呢 受到什麼力 重力啊 所以 水平方向不受力 所以你可以說 水平方向動量守衡 可是牽直方向呢 受重力 動量不守衡 所以總動量 當然就沒有守衡囉 有一個靜直的岩石 岩水平面 爆裂成三塊 然後其中兩塊 互為直角 飛開來 然後質量跟速率給你了 第三塊的速率也給你了 那原來的岩石總質量是多少 好 這個在考你什麼呢 因為呢 他講爆炸嘛 你想到爆炸啦 其實你就應該要想到什麼 想到 動量守衡啊 因為他的時間非常的短 時間非常短的情況底下 好 我們的動量是守衡的喔 這個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好 除了外力為0之外 好 那我們來看 那我老師的圖呢 幫大家畫個示意圖 好 示意圖是這樣子 反正呢 是爆炸 我們中心原點是一塊岩石 然後我假設 一塊往右飛 一顆往上飛這樣子 好 那這裡乘90度 對不起 我沒有畫一個直角的狀況 好 那P1 也就是我第一塊的動量怎麼算 大家知道動量嗎 就是MV喔 M呢 是1公斤 那速率是12 所以1乘以12 那往右這一塊我叫做P2 那動量多少呢 M2 V2 所以是2乘以8 16 所以往上12 往右16 那他們的動量核啊 動量核 其實是往這個方向的 那會跟P3一樣 因為動量守恆的關係 那P3怎麼算呢 因為他是直角嘛 所以12的平方加16的平方開根號 這其實是3比4比5啦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來這個的動量 P3的動量是20 好 算出20之後呢 我們帶回去 因為他已經給我什麼 給我V3啊 就是第三塊的速率是10 所以我們帶回去 欸這裡是10喔 那我的M3就可以求出來是2 好 可是他不是要問第三塊的質量 他是問總共延時的質量 那第一塊是1公斤 第二塊是2公斤 第三塊是2公斤 加起來就是5公斤 好 以上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來看一下 那第76頁 緊磚物理的36 36期第12題 好 第12題是說 有一個秒針長10公分 然後由15秒到30秒期間 秒針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好 那這一題算是基本題喔 而且重點是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已經有提過這一題了 所以這一題不會真的要 打屁股 好 開玩笑 那我們先說明一下 首先呢 你畫一個順時針的 等速率運動圖 那他說15秒到30秒 這個期間的平均加速度嘛 那你要知道 平均加速的定義是什麼 平均加速的定義是 速度的變化 除以時間的變化啊 所以呢 我們只要求出 那個速度的變化 其實這一題就解完了 好 從這裡呢 速度往這裡 那這個30秒的速度往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往下跟往左 然後把它合併在一起 起點跟起點 相連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從 出位置 移動到末位置 就是 這樣子就是ΔV OK喔 這個加這個等於這個嘛 所以ΔV在這裡 ΔV呢 因為這裡是 這個的速度跟這個速度都一樣啊 V15秒跟V30秒的速度都一樣 所以是VV 然後這裡是根號2V 那V是多少呢 我們知道等速度原因中 運動的公式是 2πR 也就是它的 周長 除以它的時間 轉移圈的時間 是60秒 算出來之後 是3分之π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帶進去 ΔV除以ΔT喔 那ΔV呢 就是根號2V嘛 那這個V帶3分之π 然後ΔT要注意喔 15秒到30秒 這段期間 走的是15秒 總共只有走15秒 所以我們把它除以15 那這樣算完之後 答案是45 跟號2π 一樣 是第76頁 然後專36的第15題 好 是第15題喔 將一個長L的均勻鐵絲 把它對折 然後彎成74度 轉彎點不動 那鐵絲的直行移動的距離 是多少喔 它考你直行移動的位置 好 大位移多少 好這題是這樣 我們來看這個圖 我假設這個呢 常常都是鐵絲 然後它的中心點 就是2分之L的地方 我假設全部是2分之L 啊 全場是L 所以它這裡到這裡 是2分之L 那對折啊 對折是74度嘛 所以我們從中間切一半的話 這是37度 那如果我們折過來的話 這一條 這一條注意喔 這一條的重心在這裡 那這一條重心呢 在中間嘛 大家知道折過來 這整個是2分之L 所以呢 它要問的是什麼 我從原本的在這裡 後來開始 往下移動 移動在這裡 因為這個左邊的重心點 跟右邊的重心點 的中間就會是後來的 重心的位置 你說直行位置也可以 都同樣 好那 所以我們要算的是 從這裡往下移動的這段距離 好這段距離怎麼算呢 你知道這一段是全場的一半嗎 好所以這一個 再除以2 四分之L 所以是四分之L 乘以sin 無三度 因為這是37 所以這裡無三 所以這是sin 無三度 所以四分之L乘以sin 無三度 就等於五分之L 好以上 好接下來看 一樣是76頁第19題 忽略一切的阻力的情況底下 質量2公斤的物體 然後從20公尺的塔頂 然後初速30 然後這斜拋喔 羊角是30度 從拋出到落地期間 所受的充量是多少 好他問的是充量 大家一定要知道充量是什麼 充量其實就是動量的變化 J等於Delta P 這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老師畫一個圖喔 他帶個塔 是20公尺 所以他斜拋30這樣子 其實會這樣 掉到地面 好那我們可以把它拆解 拆解成垂直方向 跟水平方向的 那水平方向大家要注意喔 水平方向 他是沒有受力 也就是等速運動 那垂直方向呢 他受到一個 重力的影響 所以垂直方向相當於是 牽直上拋 然後掉下來 好那我們要分解喔 這是角度30度嘛 所以垂直方向呢 我叫Vy Vy呢就是V0的sin-c 可以齁 垂直方向是sin-c 所以乘出來是15 好所以我可以知道呢 牽直上拋的出速度就是15 那掉到地板的速度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帶進去公式 Vy'等於Vy平方加2gh 也就是墨數的平方 等於出速的平方加2ax的意思 好那掉到地板的時候 墨數呢 我們就可以求出來是625 625開根號 對不起 這個是平方之後嘛 所以開根號是25 也就是Vy掉到地板速度是25 那出速呢是往上15 然後25是往下的喔 掉到地板速度是往下 所以呢速度變化 看你要以上為正還是以下為正都可以 老師是以上為正 所以呢 掉到地板往下的就是-25 減掉出速是-15 所以總共速度變化就是40 好那負號只是因為方向的關係 好所以速度的變化量我求出來這乘以2 好就是我們動量變化啦 那就是他要求的了 接下來一樣是76頁喔 緊磚物理27起的33體 好物體的動量變化 那他的方向跟什麼一樣呢 好有這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位移變化速度的方向等等 好那怎麼看呢 你要先知道動量的變化是什麼 欸動量變化不就是充量嗎 所以動量變化其實跟充量的方向一定要一樣嘛 好所以這個就已經有一個答案可以選了 好接下來還有什麼 因為我們把它動量變化同處於ΔT 你看喔 左邊同處ΔT 右邊不是也要同處ΔT嗎 所以你就可以求出MΔV除以ΔT 這樣子 好那這個呢 就可以等於什麼 因為MΔV除以ΔT 這個啊叫做MA嘛 這是AL 所以等於力量 所以動量的變化的方向 相當於是充量的方向 也相當於是ΔV的方向 也相當於是加速度的方向 也相當於是受力的方向 所以我們回購題目來選 所以不是位移的變化喔 因為位移的變化會等於速度的方向 所以A跟B啊其實是同樣的答案 那加速的方向 剛剛沒有錯嘛 加速的方向跟力的方向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C跟E要選 最後是充量 就等於動量變化啊 所以充量一定要選 答案是C-E 一樣是76頁專29的35題 有關減前運動的敘述哪個正確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答案 重點是 他要問的是E選項 好那老師來幫我們看一下E的選項 加速度跟位移的方向如何 因為減血運動啊 他有一個重點就是F 會等於-Kx 好這個K啊就是 我們在講如果是彈簧的話 就是他的彈力常數 原則上呢 減血運動就會有力量跟位移 基本上有這樣的關係 那你看到這個有負號嗎 所以力的方向跟位移的方向相反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呢 就跟位移的方向相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舉例 減血運動最簡單的例子呢 就是把它放在一個水平面上面 然後有個物體在這裡 然後旁邊有個彈簧 那如果我出一個外力往旁邊拉 欸往旁邊拉X的時候放掉喔 放掉之後他就會受到彈簧的力量 這樣子來回來回震盪 所以彈簧的力跟這個位移有什麼關係呢 就等於這樣嘛 F等於-Kx 所以你可以看位移如果往外的時候 欸這時候彈簧把它拉住 所以我的彈簧的力量方向往左 那他被壓縮的時候喔 這邊是平衡點 平衡點 如果他往內壓縮的話 呃就是彈簧被壓縮了 所以彈力會往外 所以也就是位移跟力的方向相反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可以回到口外看 加速度的大小 跟位移的方向 因為受力方向呢 就相當於是力的 呃就是加速度的那個方向 所以加速度呢 越大的時候 其實位移呢 就會越大 因為彈簧嘛 他位移量越大 那力量就需要越大 所以加速度就越大 成正比 但是方向呢 是相反的喔 大概是不一樣喔 第77頁 好 專33的 第32題 第32題 好那這一題呢 老師呢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他問動量 動量的部分 好 動量的敘述哪個正確 動量呢是 質量跟速度的成績 動量是動能量值的簡稱 而動量跟動能量值 有什麼關係呢 動量 記得嗎 動是想到V嘛 動會 這個東西會再動 就是速度 量呢是 是質量的意思 好可以這樣子 就是 速度跟質量的成績 那動量變化 那部分啊 動量等於什麼 等於充量呢 所以這不能選啊 可以嗎 這個要 算是基本要會的囉 不然就要往前翻一下 好那到底動能是什麼 動能是2分之1mv平方嘛 就是 mv的平方除以2m 也會等於p平方除以2m 所以跟動 就是跟他題目所講的這個 動能的量值簡稱不一樣 ok齁差蠻多的喔 不同的意思 動能量值就是動能的大小 那意思就是 動量等於動能嗎 錯 ok 那動量是向量 因為他有方向性 那個 什麼方向呢 因為他跟速度是同方向的 p的mv嘛 好 以上 解答完畢